三十日下午即将迎来自己29岁生日的歌手大张伟 在北京三里团和百鱼名歌迷一起化妆庆生 分享三的生活 这是大张伟二的最后一个生日了 以儿力之年的大张伟也很心急地想牵手心爱的另一半 还在家里偷偷地学习厨艺 这不现场就为自己争婚 还亲自做了美味 引得现场百鱼妙龄少女争抢 这场面看得出歌迷们是有多喜爱大张伟了 和歌迷一起举办生日会 是大张伟一直以来的传统 之前的校服主题爆纹主题 到这次生日会的化妆主题 喜欢热闹的大张伟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游戏 带给大家欢笑 生日会现场欢乐不断 大张伟和歌迷们玩起了智钱包 小时候街头巷尾可见的洋画 在现场重新被删起来 还和小朋友拉手和唱起少年时的成名曲 小小少年 小小少年 在生日会现场大张伟收到了歌迷送的各种礼物 还被主持人比喻成北京的冰糖葫芦 大张伟总是用调侃和自嘲的方式娱乐大家 而他自己也特别努力地从歌手转变成为一个全能型的艺人 这部现场还给歌迷们秀才艺模仿罗大佑 带给歌迷 我愛你